大家好,我是阿米 根据美国著名的房地产网络Zillow发表的数据显示 2019年由于需求增加和库存有限 美国全国的房产中位售价已经达到了226800美元 另外,因为州和地方的收入所得税 还有房产税以及销售税 会大幅度的增加我们家庭的支出 给我们带来负担 所以,很多房主还是希望选择那些税收比较少的城市 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些 在美国居住对于房主来说非常好的城市 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要说的是佛罗里达州的海洛利亚 在这里房价中位数是286300美元 州收入所得税税率为0 有效房产税率是0.513% 房地产税中位数是1469美元 第二个要说的是佛罗里达州的圣利德堡 房价中位数是216400美元 州收入所得税率也是0 有效房产税率是0.647% 房地产税中位数是1401美元 第三个要说的是内大华州的北拉斯维加斯 房价中位数是261500美元 州收入所得税税率也是0 有效房产税率为0.529% 房地产税中位数是1383美元 另外加州的弗里蒙特 新泽西州的泽西市 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 内大华州的里诺 内大华州的拉斯维加斯 德州的达拉斯 还有犹他州的盐湖城 也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另外相信有些朋友还会有这样的梦想 和大海成为邻居 成为海滨城镇居民当中的一员 但是我们可能觉得买一个海景房 那是蜂蜂们的专属 但是其实在一些经济实惠的海滨城镇 买房子也是挺便宜的 接下来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些 买房子经济实惠的海滨城镇 第一个要说的是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 在这里中位数房价是129950美元 第二个要说的是佛罗里达州的戴托纳比奇 中位数房价是159900美元 中位数租金是1201美元 第三个要说的是佛罗里达州的皮尔斯堡 中位数房价是21万美元 中位数租金是1260美元 另外俄勒冈州库斯湾 还有佛罗里达州可可比奇市 佛罗里达州的南戴托纳 还有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 这些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呢 美国人在选择退休后居住的地方的时候 也会考虑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像是天气税收 以及医疗保健 还有生活费 住房负担等问题 而且呢 在美国有很多的地方 买一个房子啊 是比买一辆新车还要便宜 那这样呢 就可以让我们过上手头宽裕的退休生活 接下来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些 美国人经常会选择的退休后居住的理想地 一般他们会选择美国的南部和中西部 首先要说的是密歇根州的弗林特 这里的房价中位数是19200美元 弗林特是密歇根州中部的主要城市 位于底特利西北约66英里出 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它的人口数字为102434 第二个要说的是印第安纳州蒙特祖马 房价中位数是29000美元 蒙特祖马位于印第安纳州的 沃巴斯河延岸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以西约70英里处 这里的居民大概只有1100人 第三个要说的是密苏里州的米兰 房价中位数是22000美元 米兰位于密苏里州的苏利文县 2018年7月人口为1802人 第四个要说的是腾塔基州的厄林顿 房价中位数是25900美元 厄林顿位于肯塔基州霍普金斯县 根据2010年美国人口调查 这里的人口为1413人 生活成本比美国平均水平要低了29% 另外像是铁纳西州的兰纳利 俄克拉河马州的康姆斯 西弗吉尼亚州的纳欧玛 南卡罗兰纳州的社会山 宾西法尼亚州的南蒂格洛 路易斯安纳州的琼斯伯勒 这些地方也都是退休后居住的理想地 以上就是关于在美国居住购房的 和一些相关信息介绍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